加油 嘉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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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著口號 內心百感交集 一早八點半 大家從嘉義阿里山搭車北上 看一瓶店的林小姐 更是帶著所有員工上街怒吼 因為業績跌了一成 她只能被迫讓員工休五薪假 非常慘 像前幾天阿里山才 個位數的車 遊覽車才個位數 所以大概不到200個 我已經輪休15天了 對 沒有人 整個店員工 比客人還要多 林小姐的員工張阿嬤 還帶著小孫子北上 她心酸的說 沒錢買尿布 奶粉 日子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而為孩子走上街頭的還有她 在台北精品店工作的李小姐 由於小孩的學費沒著落 只能跟公司借錢付學費 薪水更是因為陸客銳減 夭折了一大半 以前可能10團20團 現在只有兩團 怎麼賺錢 我們都很希望能加班 但是沒有班可以加 由於這類的精品店 銷售員有不少是單親媽媽 或者是二度就業的婦女 因此在遊行隊伍當中 不時看到牽著小孩 或是推著嬰兒車的畫面 他們臨著雨走在街頭 只希望政府能聽到 且回應他們的心聲 記得陳子芬佳洋紅 SNG小組 台北報導